什么情况 我怎么就成田狗了 昨天在评论区看到了这个 呵呵 这位范范 你把你ID留下 我保证 你的人身安全 绝不会被别人威胁 嘿嘿 不爱 你能关注我 我很开心 但是你给我的这个备注 我不喜欢 别人的备注看起来都那么正常 怎么到我这就拉了胯了 我什么时候当过田狗 先忙你别扔啊 我自己扔自己剪就好 别把你累着了 那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过就是一个和蛋搭子 感情升温的小游戏罢了 好 现在先把田狗的事放一放 来聊聊感情升温的事 和行宝相爱相杀 哦不对 相亲相爱这么久 我这个曾经的乐园绝缘体 如今也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存货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些 双人必玩的乐园图 第一个 当然就是我前两天和行宝玩的这个图 地图名我和我的狗 推荐指数五颗星 自从乐园工坊出现四角兽骨骼之后 乐园地图的细节设计就更加到位了 狗哥的抓取和奔跑动作都更加符合现实 最后的打卡拍照这里也设计非常好 在地图里你可以选择自己当狗 让蛋搭子骑着自己肆意吃船 也可以选择整股蛋搭子 让蛋搭子给你当狗 不过蛋搭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建议尝试 不然蛋搭子搞丢了那我可该不负责啊 第二个 我的百变搭子 推荐指数四颗星 和上一个地图变成狗 给蛋搭子服务不同 这个地图谁能变身谁就是老大 变身怪力坦板 让蛋搭子直接原地起飞 变身果冻床 让蛋搭子给你投篮射箭 过关的事就交给他 之前和醒宝玩的时候 有一个不算bug的bug 不知道现在修复了没有 总体评价应该给五颗星的 我少给一颗的原因是 我就是那个受罪的 除了这两张图以外 还有敌命一加一这种的 也可以去和蛋搭子体验一下 我和醒宝的感情 那就是在这些乐园地图里 建立起来的 相信我 你和你的蛋搭子 也会像我和醒宝一样 完了 这下又被砸成蛋将了